全油管最快新闻,报道指出,今年黑五销售表现不佳,许多卖家纷纷表示订单不多。 活动周期最长的黑五也未能带来景气,亚马逊平台上的卖家尤其感受到了寒意。 受到新兴平台的冲击和全球市场下滑的影响,亚马逊平台上的销量腰斩,利润也明显低于往年。 不过,小众品类如宠物商品和契模相关产品仍表现乐观。 这次黑五显示出平台竞争的加剧,降价幅度大,对商家利润空间造成了一定压力。 整体消费环境以及黑五价格无法一降再降,也是造成销售不佳的原因之一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